Surprise这些 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套件 叫做Face Recognition 不用钱的 一样 老师等一下这边做完 会把程式码给各位 你们这边就不用再整理了 但是我希望你们自己 原始码那边自己整理一下 还是这边先让你们练习 可以去做Recognition 那一样 安装这个套件 那我们还是用 PIL这些 大概解释一下 你看到没有 现在好像几乎根本 不用写什么程式 你知道要做什么事情比较重要 其实我们为什么政府要推这些AIA 不要你们去写这个演算法 要的是你怎么去应用 很多新创的团队用了这些的服务 他们就自己成一家公司 这个才是很重要的 那一般的传统产业 一般的公司就可以应用这些来去做 自己公司产品的提升 或者是管理 这些都可以 像对不对 像比如说人脸便是 你就可以做了 假设公司300个人 就是建个Fit进去就好了 对不对 好 OK来看一下 所以说这边我就不乱 因为我刚才已经有乱过了 后面程式码大概都差不多 不会有什么问题 好 OK来 我们接下来一样 这个Face Recognition 它的辨识度会更好 就是当你的影片 你的照片人的比较小 它还是可以真正出来 等一下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把这张叫做第12个人 Person 12的这一张照片 丢给前面那边去 有的时候它会有一点点小误差 会有几个脸会分辨不出来 因为有些是解析度的问题 好 OK 那一样 这个是Low 反正可以发觉到 好像都是在学英文一样 对不对 Low Image File 就是把它Image Input进来 好 OK来看一下我们的Face Location 看到没有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用 Face Recognition里面的什么功能 Face Location 就可以把这个Box出来了 就这个Box 假设里面有12个人 这个Box就是一个List 里面有12个元素 然后每个元素里面有两个 Coinette的两个座标 那原理就这样子了 好 所以说这边你们就可以自己 把它Print出来 就是这边 这张照片是这个 当然你们可以试 第一张 第二张 第三张 当时我们原先的 好 都可以测一下 好 好 那这边只是还是一样画图 所以这边后面的程式码就对了 这边了 这边的程式码就对了 这边 没这么做 好 这张图就把12个人的脸 全部画出来了 好 那一样我们现在还可以去画什么呢 也是一样Low这个OBAMA的图出来 也可以OBAMA的图 也可以OBAMA的图 过来一下 放你的图也可以 FACE LANDMARK LANDMARK就是地标的意思嘛 比如说我们的台北市的地标就是101嘛 这个LANDMARK就是我们人脸上面的地标是什么 当然就眼睛鼻子啊什么的 好 那所以说他会去分别这个 那一样我们就取成一个就是LANDMARK 所以说麻烦 等一下你们练习的时间就去看LANDMARK 它的Data Type是什么 一个一个的取出来 它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好 好 那我把它印出来 然后呢看到它里面有一个 第一个人的啦 因为反正只有一个人而已啦 就是LANDMARK 就是LANDMARK 假设你刚才头这边进来看看 好 Noise Bridge 好 这边它有不同的哦 看到没 不同的位置 所以说你看这个就是LANDMARK 它的轮廓 眉毛 眼睛 好 好 那这个以后就是我们正会叫做Face ID的 以后演变成就会Face ID Face ID在各支里面就算还好 我不把欧巴马的这个脸存起来 但是我keep住他的ID Face ID 每个人的Face ID就跟我指纹一样 是不会有一样的 好 所以说这个地方就可以存Face ID然后去比对 好 好 那这边呢 就可以去看了一样都是一样 就是我们以前基础的Fall的尾圈 对不对 好 基础Fall的尾圈 取出来 然后这边里面 LANDMARK里面有一个Key 这个看起来应该是一个Dictionary Dictionary里面才有Key跟Value 对不对 好 所以说请各位务必等一下把LANDMARK 好 一一的看一下 好 好 它好像没有让我储存的话可能是 我记得好像这个GPU 这样是用三个小时还是多少个小时 忘记了 好 还好我刚才已经RUN完了 那一样这边都可以去做Face Encoding 看到没有 这边就是它去做Face Encoding Coding 一二三 就是我们刚才去做人链比对的 比对名字的部分 好 那这边就是Face Recognition里面的Face Encoding 好 那这边就可以去做Face Compare Face 看到没 这个就是比对了 好 那 Noven的Face就是我们刚才见的 看到没 这边就语法文就不太讲了 这边就细细一点的再看一下 好 就跟我们刚才Fit是一样的 好 OK 那这边有 这个的名字 是这个 三个名字 就是去建不同的list 进来 好 那这边就各位RUN一下 就可以找到 图的 里面的图形了 好 那再来 我一次把它讲完 那还有一个套件是FER FER 那当然请各位就Google一下FER的 这个官网去看 那它呢 做什么呢 它可以去看你的脸部的表情 好 以后再回去看AWS的时候 AWS可以侦测 我记得好像是 八个情绪吧 八个情绪 还是十二个 我已经忘记了 好 比如说开心啊 高兴啊 高兴啊 supply啊 angry啊 supply啊 这些 com 这些平静的这些都有 好 好 那这边它的套件呢 就是 好 先去detect detect emotion detect emotion 好 这边有tub 最高的 它是用这个firm 因为它都有跟AWS一样 它这个有几种情绪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七个情绪 AWS想要多了一点点 你看 它有分 它的confidence 它的信心度 等一下你们会去看angry的 这张照片给它秀出来 angry它是0.93 比例最高的 所以说是用这个 去读 这个top emotion的值出来 它给你秀 这张是0.93最高的 一样 还有一张happy的 它的分数是最高 到1 好 那这边呢 大概的这个 真正测 以人脸的部分来看 好 那各位就把它实习一下 那当然原来的城市嘛 自己还可以再多把这些图片印出来 看看是不是笑啊 是不是生气啊